先试看八字实战讲座 这节目讲上班者财力好的段法 我们举例子 在上面我们已经讲了 身旺的时候什么时候财力滑 一般走财是不是财力特别好 要走财升官呢 就是又发财又当官 要是走官呢 那就是主要升官 当然财力也好 而走失伤呢 就代表财力好 身弱呢 走硬是个升官财力好 时尚客官累的 但是钱也能震的是吧 比节能财力好 但是是不是要有点发费啊 好我们看这个八字 看看他财运 首先看他的忘衰 这是三个对吧 金克木 木核 这两个消失了 那他还有两个 他还有一个是吧 他还有一个 这四伙可以看起行景木 这是我们需不需要看的 因为他们目标都是让鬼水弱的 看不看无所谓的 所以说我们就 一个 1.5个 这总体看来 全部都是一档 就不用看五个 明显是身弱的 因为有印在 所以不同 所以说我们只是个身弱 深热的八字 是软硬啊 笔节啊 时尚客官啊 没用什么的 其他的什么财官啊 还有地图啊 这个官是用的计算 这官起了好作用 可以看你用什么来看 起了一个好作用 像这个陈土是不是也起了好作用啊 好我们看那个 要看他那个财运怎么样 是我们先知道他是不是上班的 我们看这个核举哈 硬可以忽略不看是吧 财官 财官 财 财官力量是不是特别大些 但是他的上班当令 这时候怎么看 大家看一下 这个似乎形影木 金刻木 这个力量是不是特别小了 这个上班其实已经很小了 就忽略不看了 总理打算是一个上班人 但有上班的心情在 也非常有可能就是说上班很自由 比如说在工作之外 再做一些别的 就是副业 事实上呢 这个人他是一个事业当业的人 工作呢不得自由 就是说那个 来不来都无所谓的 在外面有自己的一个生意 好我们看他那个工作的财运 嗯 看看那个鬼子大运 我们这一节是测他财运好 咱们姐找什么 找应不就行了 是吧 更新 不是更一年是吧 新宝年 不就1011年 不就更新出发 啊 更新进出来了 是否我先锁断 这两年工作顺利 就是啊 工资待遇啊 或者福利什么就是又增长了 事实上这两年确实工作提高了 那么这两年怎么样 这两年 这两年人鬼是不是财运也好 但是啊 人鬼他代表什么 他有做生意的迹象 说明什么 这个财运可能是做生意在了 不一定是工资财的 是这样 这回情况 好的 我们那个快点看这个 嗯 这个发自输入是吧 我们讲了 输入 物质大运 我们看一看 物质大运 我们看一下那个 去年吧 去年是什么 是鬼司的吧 鬼司 嗯 物贵什么合伙 我是继承人吧 不好 但是地址什么 地址是劫财 客财 是不是 财运好 因为这是个上班人 说明他那个财运 是不是那个 就是财运好 工作是不是涨了 那我看今年呢 今年假午 上官客什么官 死水冲的午火 是不是 工资带给又涨了 是不是 今年涨的 可能要比去年大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一个考 天安地址所有做法 所以今天工作涨的挺多的 事实上今天确实涨工资 涨的挺多的 那么有人要问呢 他的上班人 为什么不能看作 那个做生意的财运 因为这年龄太小了 大家看年龄太小了 就是说那个 从传统来说 做生意 不大很多 这才二十多岁 好的 今天课讲了